甲,C罗的性情事件,我看是没完没了了,甲,C罗说是那女孩想通过自己处名,女孩表示C罗就是在侵犯自己的权力小伙,名人对此事付出一个代价还是蛮高的甲,那到底是啥情况? 小伙,具体是什么情况?只有天知地知,C罗这和那女孩知,除此之外都是猜测,当然某些言论也并非空学来风,目前只能说哪个才是更为真实的小伙,09年C罗在税务问题上出了事,当然这个好外屏,只要把钱缴到位就可以免坐牢,但是性情事件却无法一刀两断甲,C罗也太傻了吧, 当时就应该签个协议,给钱之后放弃主张权,小伙,你也太傻了吧,你觉得C罗和C罗的律师都是吃干饭的,人家早就想好了,而且当时已经赚了钱并且宣署了禁止声张协议,只是法院将其推翻, 然后才有了今天的事小伙,目前盲络上,已经付出了当时的照片,从某个意义上来讲,C罗并非常破,也就是说女方有一定的自悦成分在里面假, 那是不是这种照片和视频越多也就意味着C罗胜率越大,小伙,这个是法律问题,我们并不专业,今天所要讨论的并非是这个事,而是这个事引发的C罗球队负面效应, 据悉,现在关于C罗的广告大部分都下架,这样一来,游文图斯的收入就要大打折口甲,我听说由于C罗的加入,买个票都要从凌晨排队小伙,这是有,而且是事实,C罗的加入游文,图斯肯定是算货帐的,清闻票收入是最为直接的, 目前游文图斯一场球大概有6000万左右的收入,但是限于场地有限,所以顶多的上升1000万到2000万,这是极限,当然在主场没有翻修的基础之上小伙,除此之外,C罗带来的商业效应,也是一块大蛋糕,另外贷助商收入,还有转会收入等等虽不是大块,但是也还行,毕竟已经给了黄马一个亿, 而C罗的收入据传说是一年3000万欧元,四年下来1.2个亿,这一块足够游文图斯喝一壶的,如今,C罗出了事,收入方面肯定有影响假,那游文图斯岂不是要亮亮? 小伙,虽然目前是这样,但是依靠C罗的团队以及法律顾问的强大实力,想扳倒这位大将不是很容易,如果排除C罗的商业效应,那么欧贯或是游文图斯翻版的唯一希望假,这英文是啥意思? 小伙,国外媒体平台曝出,性情事件是黄马做的局,当然这消息真实性有大伤势,但是想想又有一定的合理性,毕竟当时已经和这女孩签署了协议,如今东窗事发,中间必然有些想不到的地方假, 那C罗现在应该怎么做?香火,该踢球踢球,该干啥干啥,作为一个球员,先把球踢好再说,一句话,C罗不是那么容易倒的,请放心